各位好 这节课我们开始第四章的学习 网页布局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章的第一节 布局入门 通常情况下 一个简单的网页呢 可能包含这样几部分内容 页头导航内容和页角 我们需要一个方法 把每个区域中的内容 组织成一个独立的单元 那我们可以使用DIV 也就是Division标签 Division是分区的意思 它是一个块标签 主要用来把网页中相关的内容 组织在一起 我们只需要把划分出来的区域 放在DIV的开始标签和结束标签之间就可以了 因此呢 我们可以像这样创建我们的网页结构 当然了 每一部分的内容可能会有不同的样式 例如 可能页头和导航 内容 页角等等 都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高度 等等 因此呢 我们需要为每个DIV标签 定义独立的样式 我们可以为每个DIV标签 定义一个不同的类名 把它们区分开 例如这里面我们为每个DIV标签 添加一个class属性 class呢 就是类的意思 那么 这里面第一个DIV标签的class属性是 header表示页头 接下来 nif表示导航 man表示主内容区 footer表示页角 那么在css中呢 我们使用类名选择器 来选择这些不同的DIV标签 那类名选择器的书写的方式呢 就是用点加上类名的形式 所以呢 下面我们写了四个类名选择器 分别选择了左侧的这四个DIV标签 那么我们为这四个DIV标签呢 分别定义了不同的高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ID选择器 刚才我们是为DIV标签定义了class属性 也就是类名 你也可以为DIV标签定义ID属性 那如果使用ID属性的话 我们在css当中就要使用ID选择器 ID选择器的写法呢 是用警号加上一个ID的值 比如在这份css清单当中 我们用警号header 我们用警号header 警号nave 警号man和警号footer的形式定义 左侧的html的样式 那ID和类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ID是不可重复的 一个页面当中 同一个ID呢 只能有一个 那类名 顾名思义 其实就是为标签分类 所以呢 类名在一个html页面当中呢 是可以重复的 因此一个网页 可以有多个相同类名的标签 那我们为刚才的例子呢 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我们在我们的webstorm当中 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四章 所以呢 我们创建一个ch04 然后在ch04下 我们创建section01 接下来在section01当中 我们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01-DIV 那第一个测试呢 我们测试一下 类名选择器 好 所以呢 DIV标签class 这个是这个页面的名字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写四个DIV标签 并且为这四个DIV标签呢 分别写它们不同的类名 所以DIV 那第一个DIV标签呢 是页头 第二个呢 是导航 第三个呢 是内容 第四个呢 是页角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为每一个DIV标签 定义它的class属性 第一个呢 我们定义为hider 然后 我们给第二个DIV标签 定义为nave导航 那第三个DIV标签呢 我们给它定义为hider 我们给它定义一个类名呢 叫做man 第四个呢 我们给它定义一个类名 叫做footer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为这四个DIV 分别定义样式 那所以我们在页面当中写一个 style标签 然后呢 我们为第一个DIV定义一个高度 比如我们给hider定义成200像素高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为nave也定义一个高度 那我们定义它的高度的值呢 是60像素 接下来呢 我们为主内容区域 定义一个高度 800像素 最后呢 我们为叶角 定义一个高度 60像素 好了 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预览 好 大致的高度呢 我们应该是 可以猜测出来的哈 因为这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距离嘛 我们再对这个页面做一些简单的美化吧 那首先呢 我们希望这四个DIV标签 都有一些统一的样式 那么我们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写一个DIV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选择 我们页面当中所有的DIV 做一个通用的样式 做一个通用的样式 那我们想让文字居中 那文字居中的CSS样式呢 是Text Align 那这个地方呢 有Center Left和Right 这样几个常用的值 比如说Center 就是文字居中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为DIV标签里面的文字呢 定一个字号大小 那么我们使用Funt Size啊 来指定 比如说30像素 嗯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预览一下 我们的页面效果 好 这样的话 所有的文字呢 就居中 并且变成了30像素 再接下来呢 我们来简单的定义一下 每一个部分的背景颜色 那背景颜色呢 我打算参考PPT当中的背景颜色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PPT当中的背景颜色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屏幕取色器 来将背景颜色取出来 我们找到工具 点开屏幕取色器 好 我们选择这个西瓜 拾取叶头的颜色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到我们的head标签中 我们定义它的background color 就是这个颜色啊 这颜色已经显示在这个位置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拾取导航蓝的颜色 再接下来呢 我们来拾取主内容区域的颜色 最后呢 最后呢 我们来拾取Footer的颜色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背景颜色的定义 那我们再来预览一下页面的效果 那这样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简单的背景的定义 那假设如果你想让这个文字在整个的布局当中上下居中显示的话 那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案来实现这个效果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种最简单的实现方案 就是使用航高这样的一个CSS样式 那我们为每一个DIV标签定义一个航高 也就是LineHeight 好 那航高呢 把它定义成和整个DIV标签高度一致 这样的话呢 文字就可以上下居中显示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定义 NIF的LineHeight 我们给它指定为60像素 同样 Main的LineHeight 我们也给它指定为800像素 那么Footer的LineHeight 我们将它指定为60像素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最后再做一个预览 好 大致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布局效果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叫块元素和内联元素 那HTML中的标签呢 按照显示形式区分 大致有两种 第一种呢 叫做块元素 我们管它叫block level text 也叫块标签 那第二种呢 叫做内联元素 是inline level text 块元素呢 它会占据容器的整个的一个宽度 那下一个标签会显示在下一行 也就是说 块元素是独占一行的 那容器在这个里面的意思呢 是当前标签的外层标签 例如我们的H1到H6 UL OL LI P DIV 这些标签呢 都叫做块元素 那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内联元素 内联元素呢 和它周围的内容 在一行自然的从左到右依次显示 比如说我们接触的A标签呀 一每只标签呀 都叫内联元素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用代码更直观的看一下 块元素和内联元素的具体的区别 好我们在Section01下面创建一个新的HTML文件 名字叫做02 Display 首先呢 我们先创建三个DIV标签 那我们为DIV标签写一些内容 好 那我们先来预览一下这三个DIV标签 那你会发现 每个DIV之间呢 都是独占一行的 我们可以用开发人员工具 打开F12 那我们看到这个里面 蓝色的部分呢 就是DIV所占据的一个元素的范围 那说明我们整个DIV 是在整个浏览器的宽度范围内显示的 如果我们缩小浏览器的宽度 你会发现那DIV呢 的宽度也会随之缩小 这是块元素的一个典型的实例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内链元素 内链元素前面我们讲过 A标签就是一个典型的内链元素 所以呢 我们在它的DIV当中 去创建三个A标签 好 这样呢我们就创建了三个A标签 那这三个A标签呢 默认情况下 WebStorm给我们生成的时候呢 它们显示在了一行 那你也可以将它们用换行来风格开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代码会结构更清晰一些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预览一下这个页面 那你会发现 内链元素具体的表现行为呢 就是一个I一个的 从左到右的依次排列 那么如果我们的内链元素比较多 一直排列到了这个行的行目 那么它就会自动的重启一行 这个就是内链元素和块元素的 一个最基本的区别 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将内链元素和块元素的行为 去做一个修改呢 答案呢是肯定的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想把块元素转换成内链元素 或者呢是把内链元素转换成块元素 那么我们就可以修改元素的CSS样式 这个CSS样式呢是Display Display块元素 它默认的Display属性呢是Block 而内链元素默认的Display属性是Inline 所以由此你可以得知 如果我们要将块元素改成内链元素的话 那么需要将块元素的Display属性设置成Inline 对 所以相同的原理 如果我们将内链元素转换成块元素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内链元素的Display属性设置成什么呀 Block 那我们来在我们的WebStorm当中做一个具体的测试 那所以呢 我们首先给我们的DIV元素添加一个样式 那DIV元素本身呢 它是一个块元素 那接下来呢 我想把它变成内链元素 所以呢 我给它定义一个Display属性 然后呢 Display属性呢 我给它定义为Inline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面 我们刷新这个页面 你会发现所有的DIV呢 就横向的 依次的从左到右的显示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能将内链元素改成块元素 那么我们为内链元素A标签 定义一个Display属性 那么将内链元素改成块元素 它的属性的值呢 是Bloc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预览一下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成功的将内链元素 修改成了块元素 那这节课的最后呢 我们为美食网添加一些 简单的布局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